人的病,人会生病因为魔鬼所带来的,我们犯罪所带来,诅咒所带来的,但是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,他消灭魔鬼的作为,将我们从罪中救出来,从咒诅中救赎出来,来代替所有人所有的病,不需要再有病悲。 被病来捆绑,被病来受折磨,你可以把所有病都加在一个人身上,那是谁?耶稣基督,圣经说什么?他承担单单我们的忧患,单单我们的疾病,背负我们的疾病,所以这是神的外意来的,接下来我们来看,耶稣基督对疾病的态度,耶稣怎么看病呢? 耶稣对病有怎么样的看法? 许多人认为,耶稣行神迹是因为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,对吗? 不是。 耶稣不是行神迹是为了要证明是神的儿子。 耶稣对疾病,医病的态度,远超这个理由,他以最热忱的心去医病,去医治,耶稣无论去那里,无论去那里都医治疾病,这证明他的心中是充满对人有得到救赎的一个非常关心。 神要看你病好,神不希望,耶稣不希望你活在病中,祂希望你是一个完全人。 还有人说,耶稣医病是因为祂可怜他们,怜悯慈爱。 耶稣的医治是超越了同情,若是出于同情,医治就是耶稣基督的附属工作而已。 可是耶稣的心中是有极大的决定,去救赎灵魂,得到医治疾病。 圣经对这个一点没有含糊,很清纯的记载。 圣经讲, 耶稣会文讲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,好吧。 一、二、三。 这是要引以天知以赛亚的话说,他代替了我们的网络,担担我们的疾病。 阿们。 这是神的获养。 主耶稣为什么要医治? 第一,他比任何人更大胆且有能力的对疾病的一个。 师母帮我杂志,放那个杂志一下。 更有大胆且有能力的对疾病的宣告。 比如说,他公开医治了38年的病者,结果引起犹太人的愤怒,甚至遭受被杀的威胁。 耶稣知道,这明明知道,医疗这个人会惹麻烦,会给犹太人要杀他,但是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医治疾病。 主耶稣把疾病和传父因当着门徒的两个大使命。 耶稣复活生前之后,还吩咐奉他的名,医病赶鬼。 第二,他担当了我们的愈患,因他受的鞭伤,使我们得了医治。 我告诉你,兄弟妹,疾病是刑罚,是审判,不是祝福。 不要以为,我上帝祝福我疾病,让我谦卑,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了。 神不希望我们生病,主耶稣代替了我们被神来刑罚。 主耶稣的宝血有能力除去我们的疾病。 如果我们忽略神宝血的大能,就是违背神的旨意。 最后我们来。